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早上好 张大哥视播 有没有看我头戴这个耳机 我不知道效果如何 所以我就开播咯 只是几分钟时间 做一些 看这个耳机的功能怎样 然后我现在是在 客房 房间里 昨天的直播还不错 反应不错 但是最近的直播就是人数 没有办法 大家可能听我的声音 听到腻了 听到咽了 也可能我讲话 嘀嘀大大 吃不达意 也可能我的风格 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 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 就是要努力 那个镜头一直动来动去 不好意思 我要放一个 比较 这样比较好 这个是 当我们 平板电脑 他送给我 他说价值几百块是 哦 那很不错啊 有那个 很好的音响 杜比音响 所以 昨天晚上 零岁前我还试试看 开那个 Transformer 5 哇 那声音 倒是很不错 张大哥从来都不拿这些东西 因为我的头很大 带这个东西哦 很难呢 好像要掉下来 我不懂韩国鱼市长带这个东西 会不会整个东西会不会掉下来 哦 那刚才我也是 试播的时候 我本来把时间放在七点半才播 我这边调七点半 但当好的时候竟然在这个热情上面变成下午3点55分 哇 这样就不行了 所以我就没有说延后 因为你可以调嘛 你可以调整的延后直播嘛 那我就试试看这样哦 所以 其实 可能我的直播也是有点吃亏是 你临时通知人家 大家也没有那个 预备的心了 啊 而且 讲真的 晚上的争论节目真的很多 又有强强棍啊 哎呦 文三伯啦 陈青茂 热嘛 白天又有伟汉啊 又有这些争论节目 很多讲员 现在 争论讲员 也是一片 一片火红啊 他们 到处不同的节目 我只是看 张大哥只是看那个 生喉咙 现在早上七点 新加坡有赵少康 战情室可以看 所以都有的 我不知道你们听得到我讲话吗 我现在开那个 聊天室 没有看到有人进来 但是里面有人按赞 可能是声音还不错 我会做各种这样的测试 在这个平板电脑 因为它的功能也不是说很多啦 麦克风静音啊 你看我现在开始静音了 取消静音 你们去听到我讲话吗 这个是我各种各样的样子 这个是我各种各样的样子 看我的样子可以变哦 你看 我好像要变死掉了 哇 被分裂 哇 很可怕哩 你们大人很恶心啊 大家你们好 哇 这个是古老的张大哥 这个是老式的镜头 我回到了六十年代 想当年 我是一个穷小子 哇 这个是什么 梦境 哇 梦境 哇 都是很多 YouTube本身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这个是原本的 这比较光一点 光一点 这个比较亮一点 这个是什么 排红啊 翡红 这个比较 张大哥的问题就是我 我 我讲话 声音有时很累 我又没有化妆 都没化妆不是问题啦 因为我们是 争论节目了 样子本来已经是 哎呀 还有多少人 人生 的阶段 已经来到 六 过了六十了 已经没有 哎呀 不想再 讲太多了 能过一年 过一年 能过一天 算一天 对不对 人生真的是 我的诗 各种各样的人色 等一下我要看看 网络上 排出来 也因为 现在是在房间里 没有了 房间的灯是黄灯 这个房间的灯是黄灯 他们叫warm light 所以这边很好 有空调 张大哥的房间 都有空调 客厅没装 客厅很大 装出去的话 那个马力要很大 然后每个月的电费 会吓死人 不敢装 就是这样 好 那我要回去原本的 我看 回去 有没有 这什么 不起啊 我一直在调 调这些 没有 没有什么可以调了 它的功能其实是很简单 那有人说可以去买摄像机啊 做直播 是真的要买专业的是有啦 但是摄像机有一个好处 你只是可以制作 直播 摄像机可能买来是说 你在户外 或者你去参加一个 超市活动 你用摄像机 但是摄像机完全没有办法跟人家互动 完全没有办法互动 所以 我觉得还是用手机好 手机的好处就是 随时可以跟 这个 网友互动 可以看到你们写什么 摄像机不能啊 我没有看到你们写东西 因为今天真的很少人 这只是一个试播 好了我要试播啦 1,2,3,4 春天里来百花香 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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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 荷花的太阳在天空照 找到了我的薄衣上 浪的浪的浪的浪 穿过了大绝走小巷 有时候真正能彩 遥了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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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或公工还在这ычれい上 每工作也得吃晚饭 每工作也得煮煎煩 哪怕老伴娘做哪怪模样 烂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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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 贫穷不是从天降 升铁九年也成钢也成钢 只怕努力向前 不怕努力 诶 有人 有人 有人给我打招呼了 哇 哇 MHHSU 早安 早安 哇 我很开心啊 大家明星 明星什么 谢谢你 我这个平板电脑的另外一个不好的地方 你们出现评论是 它突然会出现的 不然就要我用手动摸一下 就看到两个明星 什么U啊 张大哥有老花 我戴眼镜 我的眼镜在哪里 我的眼镜破在哪里 哇 很开心 开心 超大一半看到你们进来 你们好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形容一下 我现在四波的这个情形吗 因为这个 我买这个平板电脑 可以啊 还好啦 勉强可以 灯光流的 因为黄灯 因为黄灯 声音很好 当然好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我制造护送 我用那个 Blu Tones 现在用 Blu Tones 所以你看 没有线耶 耶 张大哥好像那个馆长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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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馆长 馆长 听到我这样讲 他说 他一定 你哪里可以跟我比 我的粉丝有这么多 张大哥是 烦恼顽童 早上 真的 我觉得早上起来 要开开心心 对不对 我现在已经7点16分 我今天是要上班的 等一下 我再跟你们聊多一天 我看到你们进来 我很开心 这么早就直播 没有 四播 大家明星 请什么 哎呀 我不懂你 我看不到你那两个字 没有 我是四播 我的问题是 我的头啊 我的头 我的头很奇怪 我的头型 其实是不适合放这种 我摇多一下的话 我的脚酸了 对不起 你们看不到我的下半身 哎呀 衣冠不整 四播 四播 我在四播 不要紧 你们进来 我不要浪费 竟然四播 就真正的直播 但是 是属于四播 我要 等一下我要看这个效果怎样 刚才我有 我要了解这个平板电脑 它的功能 其实我真的不想越来越复杂了 我也没本事 我也没有小编 打灯光 这里要打灯光可以的 我可以放一个插头进来 我的灯光还是可以放在床上 一打灯光 因为这个 这个是房间的灯 房间的灯没有理由 开到亮亮的 罗曼蒂克 所以是 我们来的 但是 房间有一个好处 张大哥目前为止 效果很不错 MSHSU 谢谢 因为我们是靠声音 所以假论这个 可以用 它说可以用15个小时 充电之后 昨天晚上我充电 早上已经满了 然后看这个电影 哇 真的是 不得了 声音很棒 好像在电影院里面 那种 Duby声音 Duby声音 哇 我就是昨晚 零睡前打开这个 因为我买来之后 它是正品来的 我都没有拿来用 昨天试试看 然后就 connect到我的这个平板电脑的 Bluetoon 真的是不错 所以这个平板电脑 其实是 它用这个是来配合的 显然看你说便宜不便宜 我使用 它599千线两年 每个月的配套 哇 非常优惠 我可以看很多时间 就是给我很长的时间可以收播 如果我现在是用这个WiFi啦 还好 我这个平板电脑也是电话来的 它另外一条电话线 那是我尽量不要用电话 因为我不希望我将来直播用这个平板电脑 电话打进来干扰 所以情形就是这样 我再看看你们讲什么 效果很不错 谢谢 声音 你们两个人进来对我是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要了解 能够看这个互动 所以我要知道情形是怎样 不错啦 假如是这样的话 大家 我就会继续地以这个来作为直播 就算在客厅里面直播 我现在只有两个地方直播了 一个就是客厅 一个就是房间 不是客厅 房间 那我的书房 我有一天要 我的书房要改成饭厅 但是书房旁边 当然有一个书架 书架里面很多书 这些书 就让我这一生中就输到完 没有啦 开玩笑 这些书我是要整理的 有些真的是要忍痛的去 送给别人 别人都没有 我跟你讲 念书的人 爱读书的人 在新加坡是真的不合算 你书都卖不值钱 你送人人家都嫌麻烦 你送给 收破烂的他都不要 收旧报纸他都不要 他只要旧报纸 他不要输咧 你知道吗 那么可怜 输的价值你说 真的很可怜 所以我们读书的人 真的这个钱花出去 真的是比赌博还惨 赌博还会输赢 这个没输 这个是通杀 通赔 赔上去 不是赔给我 赔给对方 那出版社也是惨 作者也是惨 总之书就是让大家输到完就对了 让大家输到完 输的定义就是输到完 所以我的饭厅很大 从前我们 你懂我们从前人一家四口吗 就在厨房里面 有一个小饭做 那边 共用午餐 晚餐 没有了 午餐没有 晚餐早餐 孩子们 早餐都很难 新加坡 他们很早就要去上学 主要是晚餐 一家四口用餐 那有时候妹妹也嫁进来 很少 妹妹也是很少 很久没有清唱了 我刚才唱啊 春天里的百花香 朗那个朗那个朗那个朗 何花的太阳在天空上 好好好 你这样讲我又有信心 因为我的清唱真的 你知道 推荐一下新加坡的 972 应该是972 的那个 播音室里面的那个台主 红青云小姐 她每天晚上都有清唱 我告诉你 这个姐妹哦 她的清唱 真的是很不错的 她不像张大哥 唱歌会唱错 她真的有准备了 老实讲 她还是台主的 白天应该工作还蛮晚 晚上还放直播 但是她是脸书直播 她是脸书直播者 如果没有错 是 你们找一下新加坡 972台 电台 晚上这个红青云 她直播节目很不错 她唱了一些歌 然后她就会 讲一些人生道理 大家也蛮有受益 我就是想朝着这个方向 增加一些节目的内容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 我的嗜好 兴趣 能够把自己的声音 我跟你讲 当我们百年归老 没有百年 我怎么可能百年 当我们盟主恩赵 这个是比较 比较信仰 比较尽钱的话 当我们死了 当我们死了 留下什么 有文字出书 有人看吗 你的书会 你的书 谁会买 没人买 你送 送的人你死了 他也不见得看 你送给他 拿那本书 真的没看 因为很多人送书给我 老实讲我都没看 不好意思 我看那些书都是 我需要书 我需要的 有些真的很好看 没有 现在年纪大了 反正真的没 没那个眼力去看书 所以直播是可以留下 所谓的遗产 真的 如果我要把我的人生 一些经历 把我的信仰 一个观点 把我对台湾政治的 一些评论 对自己国家的 一些事情发生 提出一些意见 最少可以留下 这些声音 那家里的人 如果miss我 怀念我的话 也可以开 爹地在上面 我的老公 所以我觉得 这个遗产 还有一点 真的会传 传到全世界去 你知道我的 我的直播的 这些影片 有一些传到 阿拉伯去 沙地阿拉伯 有些 哇 欧洲国家都有 苏联都有 好像 真的 我们有收据 大数据 看到我们 这些直播 哪一些人收到 我们的直播内容 所以这个直播 是很好玩的 讲真的 如果年纪大了 你没事干 像学张大哥 这样 开个直播的频道 然后 点阅超过一千 了之后 哇 你们那里 就可以说 donate 张大哥 讲得好 你们打赏 打赏 donate 赞助 这些就是给一个鼓励 但是新加坡不可以 所以你们不必 donate 只是希望你们分享 多多想 哇 有人进来了 我很开心 Jamila 找大哥 找找找 不好意思 你们真的是 很有心 我看到你们 留意 我一定要念下来 还有一个叫 明传 张大哥找 谢谢你们 我是四播 四播也可以讲 二十分钟 你看我真的是 很长期的 我觉得我这个人 不过我不错 因为我有鼓励 我刚才你们 越来越多人 看到我 然后一直 越来越多人 比赞 哎呀 就弄成一个节目 所以刚才我讲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从donate中 得到鼓励 但是我可以 从你们 分享出去 越多人点阅 对我的这个频道 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希望 更多人 听到张大哥的声音 就点阅 按赞 那我 我很希望 做到一点 就是我可以 跟人家互动 当有一天 我没有办法 跟你们互动 那表示 很多人留言 那我过后 也希望能够互动 所以昨天 我做了一件 其实不是啦 昨天有一个网友 他好像怪我 为什么 删掉他的留言 后来他告诉我 他年纪比我大了 他年纪比我大 就是我的长辈 其实 原来我们是可以 删掉留言的 当你们讲话 我跟你们互动的时候 但是我没有 这样做 我后来才发现 原来可以 你要按下去 他就出现 要删掉 还是要怎样 要检举都可以 要检举都可以 假论如果 有人留言骂我 直接骂我 我可以 我可以按下去 检举他 很好啊 如果骂了 没有道理 骂我粗话 但是也不可以 如果你骂粗口 粗话的话 因为我这个YouTube 他们很好 他们会保护我们这些人 保护直播客 如果你出一些敏感的话 他们可能已经知道 哪些文字是敏感的 他会跟你 不让你 他不让文字呈现出来 不让内容呈现出来 然后问我 他隐藏 然后问我 要不要批准 要不要显示 现在的设备 可以进步到这样 当然那些名嘴 直播的时候 哇千千万万人这样 好像韩国一上 很多1450 不是在那边乱骂 好 可能比较不容易控制 不过实际上 每个过后 可以检举的 所以我告诉 所有的直播客 如果你的节目 不被尊重 被人启示 被人 过后你一定要在 找这些人留言的时候 找到他的账号 要检举他 一定要去检举他 因为他骂你 莫名其妙 你讲话 他为什么要进来 不要进来 我们 这种直播节目 就是 你请我愿 对不对 你请我愿 你进来 我就跟你谈话 我看到你的评论 我就跟你嗨 所以明传 好像现在 你们几位进来 我越来越高兴 越来越多人听我讲话 大清早 有人听我讲话 越来越增加多 我一直看到 那个数字一直增加 可能是来自 世界各地的某一个角落的人 突然之间看到张大哥 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背景 一个墙壁 是 所以我跟你讲 直播的 这个YouTube 我很尊重他们 他们越来越有 我非常尊重 我非常喜欢YouTube直播 我觉得他们设备弄得很好 那脸书直播有一个好处是 大家互动很好 脸书是不错 但是脸书主要直播是靠 很多卖东西嘛 对不对 我看脸书很多 卖东西 从前脸书就会 让你的 这个卖东西的 的广告到处 在你播之前 到处的发出去 现在不会了 他还问你要不要 让更多的人 可以看到你的脸书 他要你投 他要你丢广告费下去 哇 我们这种哪里还可以 要放广告费在里面 很 我们只是一个小 我想那些 比如说那些 赵少康啊 赞情市这些 这些新闻台啊 就可以丢钱了 那我们哪里赶 我们这些小直播客 小咖 no咖 你看高雄林小姐 起初简简单单 现在越来越多复杂 不懂有几个小片在帮他 声音又这么甜美 哇 又可以跟人家call in 我也想call in 我试试看了 以后我要跟你们call in 想想看 可以跟你们远程哦 新加坡跟台湾之间的网友 我们之间 我把大家当成是网友 你们也 当然我是说 我是直播客是 哎呀 实际上是这样啦 宣传一点点 实际上我也不配做直播客啦 真正的直播客是很厉害的 节目是很复杂的 哇 你看现在高雄林小姐 我刚才说的 起初简简单单 哇 现在 什么都有 那我也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但是我慢慢的进步会啦 最少 现在进步了嘛 他们说声音好多了 这个器材 是我买这个平板电脑送的 也要谢谢 起初那一架比较不好的便宜啦 因为是报馆送给我们看报纸用嘛 叫你看报纸 电子报 老人家学看电子报 你这个张大哥买那个电子报的平板 送你一个平板电脑 你又花样多多 又想去直播 我这个设备又没有这么好 这个我就买这架 买这架我也不花太多的钱 因为我是签电话线 我们在新加坡这里 每一个电话线是两年就可以签 签了之后就每个月付那个电话费 有人说是不值得 但是也不见得 因为他的配套 每两年来 当你时间到你换了一个配套的时候 他的新的配套总是很喝酸的 所以我这个新的配套 我的GP容量也多 我各方面都增加 讲话时间也增加 免费 公共假期免费 上网 就是在户外可以上网 我现在户外当然是不可以随便用 但是其实也是一般上 如果你不 如果我在户外不 不下载 就是你不要去 你下载来看 你不要现场看这些电影 节目或者现场直播 当然是很 很耗那个 很耗那个 什么 容量 那就 Data 很耗 Hit Data 是非常不合算 那平时是OK的 那我们 我就签了配套 付了一些钱 就拿到这家平板电脑 又送我这个 所以就现在可以跟大家谈话 好像没有人再进来跟我 讲话了 很久没有听我清唱 谢谢你 我将来有机会 我会有清唱的节目 用这个清唱效果应该是很好 我想我 我这样没有也是30分钟 现在27了 今天晚上是应该不会直播 不过也很难讲 可能迟 会迟 因为我 我会去我的孙女的家 回到家 回到这里 我星期五要借 我的太太回来 我直播他不会反对 但是 他在我就没有 我就不会 在客厅直播了 因为他也要休息 开心开心 慈悲欢喜 其实我发现直播 直播的这些网友的名称 比较不一样 你们不是从脸书来的 我脸书有另外一批人 所以有时候不好意思 但是如果我直播的内容 录制可以 可以在脸书上面 跟他们互动 放在那个所谓的聊天咖 直播箱 什么里面可以跟他们 再跟他们谈的话 是没问题的 但是直播对我来讲是好处 我刚才又回到刚才说 直播有广告嘛 就麻烦大家广告耐心 看完它 因为那广告 你们看广告 我多少有一点广告费可以收 很少 但是既少成多 就可以让张大哥 有钱去吃免费的早餐 很少的钱 真的 如果是大咖 当然很多钱 是广告 我收入 我脸皮后 我太太一直讲 你不要一直强调这一点 人家会不喜欢 我说不会啦 那些名嘴他不敢讲 他们很低调的 当你赌内的时候 他说 谢谢你 因为你赌内 你还可以放你的评论 他就会念你的评论 那时候我听到陈金木 陈金木 不是陈金木 陈金木是我们这里的政治人物 陈金木就说 某某大哥 你赌内了 你没有评论 谢谢你 很低调的讲 不敢讲太多 但是你看那个赌内 你看台湾人 多么爱台湾人 台湾人 多么欣赏台湾人 不要讲听话 欣赏台湾人 欣赏直播客 可能我不是台湾人 但是我爸 我爸是道道地地的台湾人 我爸是战地记者 我一直不厌其烦的提我爸 以我爸为荣 早上起来都会想到他 晚上做梦 有时会想到我爸 不懂啦 年纪一到 喜欢想那些儿时的事情 真的很丢脸 是不是很丢脸 有声音 不懂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 可能是真的时间讲太多了 好 提一提我爸就好了 好了 我要下线 我再看看你们有没有人进来 跟你们打个招呼 真的很重要 广告都要看完 谢谢 直辈欢喜 谢谢你们 许立华 谢谢你 明传 谢谢你 明传 播客 不要啦 开玩笑 拜拜 早安啦 早安 祝你们身心愉快 祝你们有开心的一天 今天星期五了 小周末了 耶 看你们人进来 又有人进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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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两个进来 网友进来 还有什么什么 不可以不可以 我一定要 蔡立香 好好好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我要下线了 因为要准备吃早餐了 大家明信愤怒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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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加油 我们挺寒到底 韩国瑜冻蒜 韩国瑜冻蒜 这个一定不要忘记 每天早上 直播的最后一定要讲这些 再见再见 明信愤怒 大家再见 爱以包容 韩国瑜冻蒜 我希望韩总 如果看到有一个 海外的直播客 早上起来直播 最后喊韩国瑜冻蒜 应该很韩国瑜冻蒜 OK 拜拜